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围棋好像蛮喜欢这种手脚方式的 二肩跳 三肩低架 比较难得的看到一盘白棋对付对方挂脚 不是小飞的 三肩低架 head 尖顶 白棋长 飞起 飞起呢相对来说对这两个子压力要大一些 再加工过来的时候比这个跳要严厉 飞起 白的拆三 之后呢 黑棋飞压 黑棋的构思呢是这边先把脚站住 让你拆 然后 飞压 让你爬 这样呢 把白棋逼到上边相对来说比较扁平比较窄的地方去 之后他在 这一带再占大厂 这个下法 在我们 就是说人的下法里面也是蛮常见的 如果你先飞压 如果你先飞压 白棋爬完跳出之后 在上边加工的也很乏味 已经比较扁比较窄 如果你再尖顶飞的话 白棋很可能不拆这个 因为这已经有白子 黑棋加进去 也很难有什么收获 白棋就不走这个 所以黑棋期待先尖顶完了之后飞压到 那么就都走到了 好 但是在黑棋飞压的时候 白棋是强硬的冲断 强硬的冲断 照我们以前的这个观念呢 三间加加的比较远的时候 黑棋是不怕白棋冲断 但现在这个局面 但白棋这边有子帮忙 也有所不同 这边有白棋的子帮忙 白棋冲断 黑棋长 黑棋长 白棋长 黑棋跳出头 这都是很正常很合理的下法 那么白棋跳这个 黑棋跳这个呢是为了出头 现在白棋是冲不断 白棋冲断的话 黑棋贴先手就吃了它 而有了这个跳的话 白棋这边压迫黑棋这两个子 这边瞄着要冲断黑棋 黑棋贴 当然现在白的如果马上冲 马上冲呢 它也是不成立 黑棋可以这么 贴还是先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加要加死白棋 这一加要加死白棋 那么白棋要硬的话 黑棋打了还是要冲下去 所以现在还是冲不断 白棋脚上得活 否则被黑棋 被黑棋一飞 这就要死了 挡一个做活 所以黑棋贴在这 冷静 贴在这呢 第一 先牵制你这个冲断 第二 我走好了之后 瞄着要杀你脚 白棋来挡之后 黑棋半毡 这冲断就自然解除了 白棋做活 黑的这时候呢 也面临一个考验 如果你简单的搬出来 那么白棋 白棋就普通藏吧 这藏完之后 这要照你 这要断你 这两点币的棋 如果不搬的话 这边 比如说这样下 那么白棋尝一尝飞一飞 就把黑棋给封进去了 黑棋实战呢 还是想出头 那它采取的办法呢 是靠 白棋搬 黑的这时候再搬 那么现在白棋如果长的话呢 黑棋退 这交换一下呢 下一步搬过去 比较有力 白棋实战是贴一下 这黑棋必长 贴了搬进去扣住黑棋就死掉 而你如果长完了跳的话呢 黑棋这块还有活动余地 所以贴黑棋是肯定要长的 白棋贴一下 是为了让黑棋这个扣变损 把它扣吃了 扣吃 黑的一打 黑棋出头了 白棋这个时候呢 下一手还面临一点考验 你接住呢 没什么意思 接被黑棋一接 这样的话 这边出头比较难受 总不能这么贴 这个太俗了 这俗手伤到左边 显然不是棋 这样走 黑棋也贴出来 这个对黑棋也没有什么压力感觉 黑棋两边都 都活得挺舒服的 普通的这样出头 感觉对黑棋缺乏压力 我们来看白棋的下法 白棋的下法就很紧凑有力了 这个点在这儿 点在这儿是一步好奇 这个手筋确实 这是一步好奇 黑的不能随便贴这个 贴这个就变重了 白棋一沾 哪怕白棋现在就强贴了 虽然这边损一点 但是把你断了 本来这段黑棋是从这条线打出来的 但现在这样把黑棋断了 这个黑棋就变重 损失比较大 所以黑棋贴这个呢 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白棋点一个右滴深入 黑棋贴这个有上当的感觉 黑棋 但是如果不从这儿出来的话呢 黑的也不好走 这一旦被白棋贴住 这边又要攻黑棋 那边又要 也把黑的给卷进去了 所以这一点是一个 棋型的要点 黑的也看 这不太好出头 那么 转站上面 把这个子又拉出来了 当然不能让它轻易度过 二路半也是手劲 先跳一下 这个是先手 二路半 这当然要断开 打一下 如果吃的话被黑棋断 白棋也很麻烦 打一下在街上 黑的呢 退 战斗变得比较复杂 白的当然要爬过 再爬 黑的 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呢 这有一扳 扳完再把白棋跳进去 白的也没活 但是白棋现在如果这样去补活 这样去补活 那么这边又被黑棋沾上 白棋好多断点 有一种要 面临很大的问题 黑棋这个 白棋实战是接上 不让黑棋出来 黑的站 断 断 断完这一扳再冲 黑棋就死了 只有三口气 只有三口气 所以 病 先把气沿出来 下一步一路倒虎的话 可以做活 白棋长 白棋长的话 黑棋这三个子就跑掉 白棋把中间黑棋三子吃住 黑的如果现在只是做活 那显然不行 白棋靠出 这三子被吃 这块还是孤棋 这黑棋作战 这块也没活 黑棋作战大失败 所以黑的一定是要紧紧的 揪住白棋不放 斑 加过 这地方不能断 断被爬过 这靠的话 黑棋横着一吃 白的吃不掉黑棋 拐一下 贴死 先手沾上 再跳风 这地方白棋是后手一个眼 看上去白棋蛮危险 但是 这一跳 白棋的气是挺长的 跳进脚上又可以做眼 还可以延气 充 完了团柱 白棋藏到脚上 这黑棋必须打 呃 如果从这边来 如果从这边来收气的话呢 这个 顶端的可能性不知道 顶端的可能性不知道有没有 顶端的可能性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最起码这有靠出 啊 有这个靠 有这个靠 有这个靠完扳的手段 可以去挡一下 好 这个时候 如果白棋再理 那么黑棋挡到一下之后再收起 这时候白棋使出一步 好手 也说是好手 它拖在这 拖在这什么意思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白棋现在呢 弯这个是杀气的要点 弯这个黑棋必须破白棋眼 破眼之后呢 白棋挖是 挖是手起的要点 这样白棋气是快的 气是快的 当然 将来这些吃街不归啊 黑棋贴住之类的肯定 种种先手 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 那么 如果你在黑棋这里收气 这些都是先手的前提下再看 这拖一下 如果能拖的黑棋退一个 退在这 等于这样交换一下 那白棋将来在这边 这个子对于白棋在这边活棋 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 拖在这 黑的如果退呢 白棋显然是就便宜了 黑的不退呢 也不好走 如果比方说你半 一来白棋这纠缠 这两个交换 黑棋可能反而负担更重 或者还有白棋搬这个再打出来 这个问题 黑棋也没法解决 所以现在趁黑棋还没有把白的收紧的时候 拖一下 相当的机敏 非常机敏 黑的现在只能忍耐 推一个 那么白棋再立 好 立到这个 立到这个以后 黑的这块已经死 现在是做不活的 冲 团 再一冲 没气 黑的搬这个的话 白棋挖 白的把黑棋上边吃掉 那黑棋这边呢 也比较厚 那总体看来呢 白的能把上面黑棋吃住 这个作战总还是成功的 没有不好的道理 挖一下 挖一下 点吃 挖死 黑的呢 总这个 照白棋这个字 如果这样照的话 白棋 白棋也可以轻松的活出 这个基本套路 虎玩一连半 黑棋也拿它没办法 黑棋照在这 也是挺胆大的一手 因为白棋跳 黑棋势必要挡了 这被白棋出来的话 黑棋自己也 自己也还带进去 没活呢 这黑的拼的也是挺猛 吃 斑 这棋如果挡的话呢 黑的这也靠 白棋出不去 打尺被包进去 所以是病 提 提 黑的这 不知道阿尔法 为什么 时不时会有一些 这种 这种打吃蹄 这一类 亏损结财 亏损结财 然后 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的 这种下法 拖 拖这个 还是要处理这三个字 处理这三个字 白棋这时候呢 跳 跳一个 让黑棋去做活 这样的话 确保自己安全 黑棋跳 被封锁了 当然只能去 只能去做活了 黑的也 也不能 现在也不能选择 出这边头 出这边头 撞到白棋后市上 本身很难受 这里又被白棋加工的话 黑的就很被动 黑棋先活这块 跳 逼黑棋做活 打 接上 黑的这打赤线手 啊 弯这个也是先手 啊 准确的说 弯也有先手的味道 弯局部跳进去 白棋没活 但是呢 现在因为黑的这块也没活 所以呢 弯不是绝对的啊 白的 搬脚 连搬 这是常用手劲 比单粘强多 单粘被一粒 白棋形状很坚挺 连搬进来 这样子可以断一下 就留下 很多借用 而如果白棋吃完吃那个呢 黑的 黑的转到脚上来啊 白棋所得也有限 好 这断打线手 然后逼住 逼一个跟拐交换 对这边很有好处 将来还留下一些借用 然后黑棋再做活 好 黑棋拐打到这儿呢 基本是安定 所以白棋也就不走了 分头 分头在中间是好点 两边留着坐眼的空间 黑棋逼住 白的现在如果走 如果走右边 那么 下边一带 下边一带 大厂 黑棋就先站 白棋实战是 小剑 先稳稳的把自己的棋心下后 那么这边走过来 这价值就非常大 显而意见非常大 黑棋 沾这个大厂 白的顶 顶这个是 是瞄着 黑棋这块的死活问题 黑棋这个打吃是先手 这个打吃先手 本身的这个力是先手 这里要拐过 白棋这一顶等于 阻断了黑棋的 阻断了黑棋的路 黑的刺一下 接 然后呢 补活 弯一个做活 往前跳 黑棋飞 这地方白棋跳在这儿 虽然是容易作演 容易作演 但是 这一带被黑棋飞过来 黑棋这一块也 也会扩张一些 白棋 白棋往前跳 放弃这边的眼位 和一脸目鼠 主要还是 还是觉得 被黑棋压迫到黑的厚的地方去 不舒服 所以跳这个 那么黑棋飞 打入 走 直接进攻 这个子 可能也 也没有什么 太强的手段 所以 声东击西 期待我往这走 你如果 单关往那边连 那么这边 黑棋子越多 这个子就越危险 白棋是不为所动 直接就拆个1 活在这儿 要求就活在这儿 而且 下一步 还要掏你的脚 你去反飞过来 牵制一下白棋 白的这时候是拖 这种拖 也是腾挪的时候的一种常用手段 寻求眼味 你如果来吃 那么 上上下下的一打赤 白棋眼形也出来了 齐形也厚了 一步就飞出去了 黑的也不可能再冲断 本身呢 这流过走到这儿是有冲断 将来这拖 加 种种借用 所以拖这个 就是腾挪的时候的一种常用手筋 黑棋退 不让白棋借用 那么白棋顶上 下边有眼形 下一步再一爬 一跳 这明显两个眼就已经 做出来了 成形了 那么黑棋挡住 如果这棋 如果这棋白棋想先爬的话 黑的可能会顶弯一次 爬不到 黑棋不会去跟着硬 顶一下 黑棋拐住 不让白棋 不让白棋舒服的活 靠 黑的扳 二路一加 二路一加 摆起各种腾挪作岩的手筋 黑的如果沾 再挡的话 这里 摆的一段 这一段 你不能断打这个 断打这个被摆的跑掉 只有走这个的话 就现在再一冲 黑棋就被这个冲破 冲垮了 那么 沾这个撞气 如果单退呢 这加一下白棋 很愉快的先手便宜 将来还可以再往上面冲 黑棋实际上是虎吃 那么白棋挺进来 这个很舒服 破了黑棋的空 同时又有眼味 所以这一靠一加 这个手法 很好 效果非常好 拖 继续扩大眼位 再挤 挤上 好 靠在这儿 没完没了 这就是要 有那么一丝一毫 可以利用的地方 白棋都不会放过 靠在这儿 如果你接上 我就一搬 打先手 那么搬到打到先手 对将来 将来再挡 对做这块的眼型 是很有好处 而如果你比方说 利 比方说要利 这个不给白棋这块眼味的话 白的这 多一个加的味道 将来一加 有可能跟你打结 要度过 试试黑棋应手 看黑棋怎么走 黑的时针加在这儿 搬 打吃 打吃也是要点 局部呢 白的如果沾的话 黑棋沾一下再打拔 白棋整体是没活的 白棋脱香 黑的觉得如果吃的话 都跟着硬 吃的话白棋打吃先手 再挡下来 这眼型丰富 爬是破眼的要点 所以爬 那么白棋吃掉一次 白棋这留下一个打结 留下一个做结的手段 再往中间逃 黑的如果是这样纠缠 那么白的可能就利用这边的结材开结了 贴回 现在形势还是不明了 因为白棋有两块都没处理好 两块固棋没有处理好 从实地上来说呢 白棋 显然是领先的 如果能顺利的把这两块都处理好 那么白棋不错 作为黑棋来说 怎么在进攻当中 在进攻当中 能收回多少 收回多少 这个木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这盘棋在 左上角的战斗 在左上角的战斗 以及在黑的进攻白棋的时候 白棋的种种腾挪手段 都是相当的 就是有精准的计算 并且呢 围棋的这个筋和形 拿捏得非常到位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好我们接下来看黑棋怎么进攻白棋 先搬一头 这个当然要搬出去 再搬这个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要点 白棋搬出 看着呢白棋是蛮苦 有点苦 但是如果它都处理好了的话 那么白棋实地上的优势就 可能就到最终就转化为顺势 也得一挤 挤一个也很正常 毕竟这地方 白棋这一带都是仙手 这要搬出来 所以挤一个先定型 白的虎 那么长 显而易见的破眼的要点 白的单长 这种棋心打吃是俗手 打完了之后还得粘 那么你不如单长留着断打的手段 这样白棋变化会多一些 单长是手劲 打吃是俗手 黑的虎 要纠缠白棋两块 你看白棋现在不是这样打 而是断打 再翻出去 打出去 次序紧安 打出去之前这些不失时机的点一下 现在黑棋没的商量只能接上 不能被白棋断 如果从这打出去被黑棋提掉 这就永远点不到 机敏的抓住实际一次 然后再翻出 接出去 那么黑棋壶 把白棋这块扣进去 长 长了之后这一跳方 这是一个眼 下边有一个眼 白的就活了 所以点是 点刺是必然的要点 嗯 这时候 如果这么 简单顶住 那么黑棋先手点刺一下 再压进去 这白的就 就麻烦了 嗯 白棋呢 是拐这个 白棋是拐 长 白棋 贴住 白棋拐贴出 嗯 这地方的死活呢 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黑的如果把这个白棋断 如果断 那么白的 一路倒虎 这棋黑的是扳不下去的话 扳 被一打吃再一打吃 白棋就活了 这黑的现在只能提 提的话 白棋 做眼 它是可以做活的 所以黑棋跳点的时候 白的拐出 拐出呢 黑棋这多了一个子之后 拐 又把白棋这块卷进来 再长 长是要点 封的话被一扳就都通了 直接不归 长 顶掉 之后跳出 跳出 这地方显然是冲不断 冲断黑棋退 白棋退先手 这要长 如果黑的提 那么白棋霜出去 这样的白棋就顺利的 两块都活了 两块都活了 那么黑棋控不够 所以黑棋 黑棋是靠 继续拼 你如果挡那么一断 又把白棋给扭断了 如果你长黑棋冲过来 这个 还是蛮 这个冲过来还是蛮可怕的 黑棋这个拐也是先手 这一打拔 你得连 这一段 白棋整个没眼 我们看到拐是先手的话 如果白的就这么单纯的联络的话 这块虽然连了 但是左边又被卷进去 所以黑棋凶猛的靠段 白的也得小心应付 靠在这 很长 黑的先提 提一个本身木数很大 先提那B白棋单关联 然后一起拐这个也称为 拐这个也是先手 挖一个在顶 比单顶细腻一些 比单顶细腻一些 挖到一下白棋木数要便宜一点 然后黑棋冲 要把白棋给冲断 白的呢 反身一飞 飞这个 这边要长 这边要长出来 如果黑的提的话 如果黑棋提的话呢 我们看白棋就挡上 黑的现在不能断 被白棋这一架 这俩就跑不掉 那黑的如果在这边补 不管你怎么补 白棋接上 你断围吃是活棋 你大不了先手沾 也只是一点关子问题 白棋就顺利的都连通 飞在这儿 这是一部好棋 黑的能长 先长过去 长过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拐式线手 我们刚才说了 这边 这边再轮黑棋走的话 白的就全都被卷进去了 所以白的也是必须长这个 那么黑棋接住 好 把左边这块给吃了 但是呢 白的虽然左边死掉 这一长 慢了再立下 先吃中间四子 又要吃黑棋这一块 这个中盘站 撕砂的是 非常的 紧张激烈 如果这边都被吃呢 当然黑棋输多 黑棋这个收获抵不上这个损失的 黑棋继续奋战 挡下来 如果你扳的话 这有段 这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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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不行 吃这个的话 黑棋打吃先手 黑棋要 黑棋试图想办法 把这块要 逃出去 白的虎牢牢地控制住 顶 顶这个的时候 白棋没冲 走了个贴 白棋觉得牢牢地吃住 下边就够 如果冲的话呢 黑棋冲这个 白棋不能冲 冲背一断这个气不够 白棋一定是要搬过 搬过的话 这 断 打了打吃的问题 黑棋依然存在 我等你走这个 我叫吃 不管你是挤吃或者提 提的话等于黑棋沾也是先手 这有力 你也得吃 那么这样的话 即使下成这样也没有看出黑棋 也没有看出黑棋逃出的手段 没有看到黑棋逃出的手段 依然逃不出去 那么 不知道为什么白棋就不冲 而是退让 也许是阿尔法维奇优势之下的一种 他觉得这样更简密 顺率可能反而高一些 一起做个言 点 接住 接回来 把这个接回来 来的 收一起 这地方呢 轮黑棋走的话 黑棋做这个 做这个 白棋叫吃 将来白棋提 黑棋提白的叫吃 虽然是一个缓 缓很多气的 赖皮结 但是毕竟有个结 毕竟也是一个结 白棋现在牢牢的挤住 就是说 意思就是 跟这个贴在这儿不冲 大致是一个意思 就是 不给黑棋 不想给黑棋 任何一点 在折腾的机会 但是呢 如果是 人下棋的话 如果不是人工智能 而是人下棋的话 有的时候 你越想稳当 越想求稳 对方越能折腾 然后你越稳呢 就好像 总觉得这也不稳 那也不稳 反而容易出事 当然机器呢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机器它只有这个概率 算的对不对的问题 黑棋贴出来 把这个粘回 粘回本身很大 粘回的话 这块即使死了 也是收器吃 然后再把这个贴出 继续跟白棋战斗 继续跟白棋战斗 所以白棋是长 小剑 然后度过 好 黑棋先逃四子 又逃两子 这一下就觉得 白的吃的这块有点干 这块已经不如这块大 形式再一点点的接近 那么到底是α白 优势的一方能控制住局面 还是这个 它算错了 概率会被α黑逆转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挖 这个只能站 爬 为了收器做准备 靠 开始收器 接住 收器 这个黑的呢 有123456 6口外气 这个 有6 黑气气蛮长的 白棋还得小心点 跳 然后霜 白棋试图先延长一点气 也等了提截 接上 黑的是6口气 而白棋呢是 如果充这个不要的话是12345678 白棋有8气 那么 气上白棋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提过来 黑黑的 通过收器呢 也能收到一些关子 也得再把这个提了 充 贴住 充 充 充这个呢 对这边来说是先手 这一充 连回来了 所以黑棋要补 那么白棋充下来 下一步充下来呢 先手充掉黑棋几目 先提截 先提截 把这个充还留着当截材打 提灰 提灰 来 提回来 进气 销 粘上 收 逼把一起收起吃 这个 总体看来这个黑的还是有收获 把这个吃到 冲 接上 好 阿尔法维奇的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酷爱定型 什么地方它都给你 经常会喜欢把齐都走得干干净净 像这些收器 像这些收器呢 我们人下棋的话总是保留的 没有必要都走没有必要都走进 弯 不走留着万一什么地方打结有结材 弯这个 似乎也是阿尔法的一个特点 这种地方 弯和斑相比 将来这里可能亏了半木齐 对 因为打持先手 现在黑漆再冲的话呢 现在黑漆再冲 它是一个 冲是一个后手 对 这个现在情况倒是特殊 斑的话黑漆能白漆也能接上 这地方有不入子的问题 所以粘也是后手 有的时候能斑的时候 它也是弯一下 把气都收干净了 然后开始收关 一路斑 然后跳进去 跳进去 把气团柱 接上 这个跳呢 还是一个先手 跳是一个先手 白的如果不走呢 这一般关子很大 哦 不对 这个黑漆不能斑 冲这个 斑的话被白漆打还是死 黑漆要冲这个 如果你弯 那么双活了 挡当然打结了 打持这个的话 黑漆得一斑 能溜过去 溜过去这么多字 这关子价值还是不小 所以跳是先手 然后斑 踢掉 否则被黑漆爬过 拖在这 拖在这个地方收关 比较细腻 斑的话被加一下 拖在这里 顶死梁子 顶死梁子 断 好 这个脱这个大关子 收完之后 还剩下这个吃 有六木齐 先冲一下 先锁两木也是要走掉的 否则你如果现在粘这个六木 黑漆逆锁两木就成为最大 不要给黑漆逆锁两木的机会 这儿冲一下 搬到一下已经便宜一些 黑的再提 将来白漆接的话呢 哦不对 这个 对的 白漆接的话呢 这提过去黑漆还得补 等于是这样 黑漆本来一手走在这 就干净 所以搬一下 稍微便宜了一点 这粘不粘的也无所谓了 粘的话 黑漆粘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 对 搬一下 冲 然后再接回 把六木收了 六木收完 这个吃 吃有四木 要接的话 接这个好一点 这里可以打掉黑漆一木 踢回去 站在这 打车 顶上 这个顶是先手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有三木器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这样 白漆一弯冲掉 三木器 先手都走掉 踢 踢 踢 打一下 之后 先手 押顶 充 充这个是后手萤幕 但是现在呢 充这个 后手萤幕 照理说呢 爬这个会比后手萤幕略大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搬这个同样也 搬的价值同样也不如爬这个 从我们这个 这个准确的算关子的角度来讲是这样 但是 一般来说 如果 如果阿尔法下 这么下的时候呢 应该这些 这些问题都是 不影响胜负的 这个是移目 沾单截 接上 剩下的 就是单截了 就要吃这个 那么 那么这个局面下 还剩下一个单截 但是白棋没有去提 没跟黑棋 打结了 白棋补了一手 在白棋 在白棋补了这个之后呢 这个 黑棋认输了 黑棋认输了 那么 这盘棋 总的看来 现在双方战斗 双方的战斗还是很精彩 从左上角 白棋强行冲断 开始 就开始作战 左上角的战斗过程当中 白棋这 中间这一点 是漂亮的手劲 这一点把黑棋给制住 那么后来 双方 黑棋立下去之后 形成对杀 对杀呢 白棋 白棋气比黑棋长 应该说 白棋吃到中间三子 又对杀 把黑棋杀掉之后 应该说白棋形势不错 但是呢 后来黑棋下的也非常顽强 白棋在左上角这一 中斧一点 和 在右边 右边白棋拖完靠夹 这一系列的这个 做活腾诺的手段 这个是 很漂亮的 那么在后半盘 白棋处理两块 姑棋的时候 这 气掉这块 把黑棋这边吃掉 也是 也是下的相当精彩 中间这一飞点 非常漂亮 在白棋优势之后呢 应该说退让了一些 退让了一些 但是还是 把可以说 牢牢的把握住了盛势 优势之下 有的 有的时候 退让 这也是阿尔法为其下 下 下棋的时候一个特点 那么 好的 那么 这个 确实不失为很精彩的一盘对局 这盘棋呢 就为您讲解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